武漢肺炎冲击 国南无法出口中国南韩受挫 台湾是有兰华王国之称 兰华外销量在世界名列前茅 却也受到武漢肺炎疫情风暴影响 销往中国与南韩的通路受阻 国南连外销高达兰医院的商机孔炮汤 让南投华农叫苦连天 兰华跟座物都是一样的 最美丽的时候没外销去也没办法卖 没有办法只好出到垃圾山 这个都是农民的损失 损失估计就没办法去估计 这一个货柜至少都要两百多万吧 华龙表示国南因为风关出不去 只能撒了一旦 今年损失惨重 现在目前大陆几乎停摆了 不是差多这个意思 本来是百分之百出外销到大陆 现在百分之零 口岸不通 波哥不出去 什么都不能动 华龙开始埋怨国南星探 忧心今年做白宫写本无归 也怕疫情对中国南韩造成经济冲击 连带影响对台湾国内的采购力 只能寄望政府助他们渡过难关 我们并没有特殊的损失 或者去申报说我们损失多少 这是我们大家看不到的一个损失 所以我们也希望未来 政府所推出的纾困专案 或者是一些贷款方案 我要导致我们国南 列入一个比较大的品项 可以用过这个难关 东西文 南投报导